唯有不断地与主流文化相呼应 才能够使佛法之光护照情深 慧千法师新办以网络线上授课为主的佛教大学 入学从宽 而授予学分及毕业证书则从严 如此方能更加顺应整个科技时代的潮流 他已经扎了好几百万就是要去租 比如说中华电信还是机房 不像现在 还有网络的速度品质 所以他都要花 他说他已经扎了好几百万下去 就是这些硬体设备的问题 然后他跟我讲 他说现在youtube比什么都好用 但是那是一个过程 他也不能说他后悔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快速转变 否则像他就已经有看到网络红法的一个趋势 他也愿意花那么多钱下去 但是就短短的三五年间 这个网络的世界起了这么大的变化 变成什么都是不太需要经费 就可以去做网络红法了 所以说可以讲说我那时候来这边 很多的因缘也还不是很具足 但是我就觉得说网络可以讲是 就是说实体开销的部分是最少的 那是最可以先做的 所以我就运用自己一些人脉 还有我自己对佛学课程的了解 所以我就做这个线上的课程 那也不是说要打知名度 但是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网络的世界 马上很多人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 所以说这个因缘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说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因缘 那虚拟世界也必须要有实体的世界来配合 所以说这个新善事是属于一个实体 那妙觉风空中大学 它是属于这个比较虚拟的一个世界 唯有不断的与主流文化相呼应 佛法之光才能在至高点上普照群生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桃园采访报导